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底电子股沉睡了一阵子 现在要复活了 还是原主流再喷呢 当然AI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继TrapGPT之后 网路上出现好多所谓的AI孙燕姿 AI周杰伦等等 这唱得唯妙唯笑 所以TrapGPT之后的下一波浪潮 有可能是类似这种所谓的虚拟人吗 今天台币也升值了 奇怪美元最近也强 到底为什么在押饱周末美债没事了吗 所以美元再回到所谓的微笑曲线 这次这微笑的角度到底是陡峭的小丑 还是蒙娜丽莎 请专家来告诉您 首先要请到贵宾 崇老师晚安 朱花好 大家晚安 伯爵老师晚安 朱花好 大家好 朱花好 大家好 太为晚安 朱花好 大家好 台北普市今天再涨再创高 虽然不像前两天如此的飙涨飘悍 但是今天扶腰之上指数再涨了73点 波段新高16174点 今天四个重点 第一个台股今天成交量 3293亿出了大量了 今年1月30号以来的最大量 第二个是外资 外资今天现货再买了323亿元 算一算这个礼拜四天以来 已经买超了877亿元了 多单今天小减 但是整体还是有31000多口的水位 好 不仅外资 本土法人投信终于归对了 投信在今天转为买超买了7.7亿元 所以贵买指数好弱 下个礼拜有不同的光景了吗 重点是今天台币呀台币 下半场升值的幅度 一度拉高到了一角左右 美元不是再深吗 为什么今天台币也强 外资受到了什么样的氛围呢 问问专家 台积电在今天 G1稳盘的角色上涨了两块钱 红海莲发科今天都小涨 但是金融这波来真的 这波外资买自营商也买 所以不是要赚股息 而是要赚价差 谁还有肉可图 再来在今天国台办正式的宣布恢复 台湾团客要中国旅游了 但是这只是单方面的 接下来什么时候双方面可以恢复 今天航空股先动了 然后动观光 以及军工再来一次 还有在今天的AI 一片的红通通之际 人气今天聚焦在这些高周转率的个股 但是在今天因为出大量 所以我们先来看 哪一些在今天股价上涨 带着量涨的代表在今天 追价力道非常强 但哪一些在今天 反而是股价跌 而且带量的资金 从这边移走了吗 还有盘中上下震荡带量 到底是追价量强 还是丢股票的量强 在这些政府超过10% 都是焦点股 等一下请专家来检视一下 亚洲股市 日本股市最近好强G7峰会待望了 所以今天上阵倒是相对的比较弱一点 香港股市今天跌幅也比较重 但台股台股到底在强什么呢 今天先来解决量能 台股的成交量 今天爆出了1月30号以来的大量 钟老师请教您 今天的量在说什么话呢 对今天出现单日3000亿 这个非常的难得 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买盘 就是法人机构的这个买盘 真的有让这个大家有一点细心 所以追价的人也蛮多的 这是买方的部分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波上涨没有道理 你说有什么利多吗 还是520行情呢 也都很怪 就是说产生疑虑的人也很多 包括自营商的大买 自营商的大买后来证实 那就是套利 就是期货空 然后现货买去赚那个价差 那感觉当自营商都很短 所以那他前面买的那么多 会不会后面倒出来呢 所以也有人担忧 你看买的人很明确 卖的人也也也很有他的道理 所以两箱一打架 成交量就出来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说实话了 外资这两天买了300多亿 各300多亿 我觉得老实说看不太懂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这一定代表外资知道了些什么 代表未来台湾有什么利多 可是我实在是左思右想 我想不出有什么利多 让外资这样子的大买 那你说这个外资一定是假外资 这可能是国内的什么什么资金 回来这么大笔的金额 好像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说实话 很多事情都有待观察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当量大的时候是好摸鱼的 所以待会我们的主题也要讲 就是说今天蛮多的股票 是利用指数大涨的时候 反而趁机在卖股票 那些你反而要小心 因为那个反而可能是 投资朋友手上有的股票 量大好摸鱼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你看量出来 价涨的也不错 但是今天不管上市或上跪 下跌的加速都是比上涨的加速 还要更多的 所以代表在今天 涨的是全值占比重比较高的大型股 有很多的中小型股 今天有人在下车了 谁等一下问您解释 但说外资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个礼拜一共买了八百七十七亿元 今天其货的多单 还有三万一千多口 汉尾怎么解读在今天 外资又买了三百二十三亿元 我觉得有一部分应该是外资 在整个全球资金 重新的分配 因为最近在所谓新市场的部分 其实表现非常的强性 像日本股市创造三十三年的新高 印度股市的部分 在今年外资大群买入 印度股市已经跨到 创造历史的新高 所以代表说 其实外资先一段 对新市场的部分 除了中国跟香港以外 他其实资金有持续在流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一个大资金 挪动的过程里面 但我觉得台湾就收惠到 整个外资资金 也许现在在卡位相关的新市场 所以外资在最近的期货 现货是大取得做得多 其实如果你去看一下印度 看一下越南 看一下日本 你会觉得说 台湾虽然说最近涨得很快 但跟他们比起来 我觉得我们还算是 有一点在落后的一个补涨 那我觉得整体上 还是要看到就是说 目前我觉得外资 他的避险心态是因为对这个美债上线 有比较不大 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可能这个资金的一个狂潮 等到美债上线谈判 如果正式落幕之后的话 我觉得就会回归到正常的水位 所以短短 我觉得外资先一端的一个大局的买入 他可能一部分为指数 一部分为期货 一部分为了资金 那我觉得短线上对指数来讲 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 但是每次股市在大涨 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害怕 为什么呢 会不会马上有一个措手不及的回马枪 外资到底看到了什么 现在难道大盘一点点破绽都没有吗 第一个大主题 伯介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总统老师说外资 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大利多 但是目前专业人士都看不到啊 你有看到吗 我看到外资在买 但是我也看不到外资看到什么 来 我们来看大盘的指数 我们先预估一下 如果外资 你看钱是真的嘛 钱量一直增加 指数也一直增加 外资买也是真的 台股的下一步 甚至下个礼拜 520之后 你会怎么看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 第一个你看最近是一个地增量 对 再来它有没有突破 先前下降的压力 也有 再来我们看形态 也突破 你看形态它也是突破嘛 而且是增量的嘛 好 那我觉得可以先下一个结论 判断 这一次的突破一定是真的 OK 好 那只是说 后面能涨到哪里 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涨 对不知道为什么涨 那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既然已经突破形态 那就代表一件事 原先的高点压回来 它一定会变成什么 支撑 支撑 也就是说 初步来判断 15900到16000 只要不跌破 这一波它就有继续涨的条件 我们大盘 我觉得我们就先这样看就好了嘛 OK 好 那我们看 这是大盘的图 我们时间再近一点 最近的大盘就是这几天 带量长这个样子哦 好 现不要轻 我们来切贵买的同一时间 贵买这几天表现 这远远不及大盘 你看整个反向走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 大盘有机会 就是以现在的平均的这个高点 已经变成支撑了 接下来结构会不会改变 为什么贵买指数都没动 好 这两天结构 其实有点改变 因为这两天是大盘先过高 结果贵买到今天 还在这个均线附近挣扎 际线都还站不回来 对 那就代表一件事嘛 先前大盘在跌 在震荡的时候 那支是在里面玩得很高兴 他是撑得有点辛苦 但也玩得很开心的 现在外资回来买了 他是不是可以放下中担了 是不是如释重负了 我是不是可以顺势把我手上 买超过的筹码 丢给外资 丢给外资嘛 丢给散户嘛 因为散户看到外资进来 一定会进来买对不对 所以对于内资来讲 最近是什么 换股的好时机 OK好丢给外资不干我的事 丢给散户 那可就不行了 因为很多散户可能追到高点 个股接下来的一个替换 谁可能上 谁可能下 我们先来看周小型股 再接下来 谁可能会转弱了呢 好这个 好我们先来看中小型股 那一个字卡好了 你看贵买近期相对比较弱势 对不对 中小型股到底有没有熄火 第一个 确实事实是什么 贵买的指数短线 他就落后加权 代表什么 这一波他是弱的 对他不是主角 那不是主角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的量不能放大 量没有放大代表一件事 人气并没有随着外资大买台股而进来 对也就是说这一波是外资在做庄 对那既然外资在做庄 内资在旁边看戏的时候 你就只能买外资买的股票 OK 或者是有一些跟着外资一起做上来的股票 好 但是因为这样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OTC好像插到要跌下去 不会 贵买的形态已经有双脚了 我们来看一下贵买的日线 时间长一点点 你看这一波打下来 是不是有一个双脚形态了 他的颈线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假设大盘 他是过高以后在这里震荡 对不对 那贵买刚好补一根红棒上来的时候 这个形态完成以后 这个高点就一定会过嘛 所以整个大盘就完美了 对就完美了嘛 好 所以我们回到质卡 等待站上景线多少 214.6点的位置 所以下个礼拜就盯着看 如果到这个位置一直过不了 那你要有警觉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那只 这次真的不会买 他就只会跟着外资做 如果是这样当加权一回头的时候 他会跌的更重 OK 这个你要小心 因为弱势股就是这样嘛 涨的时候涨比较少 跌是跌最多 跌最快的嘛 好 那原主流 这几天很明显 原主流有涨多拉回的现象 对 而且震荡非常的大 包括像什么 军工跟AI的软体 没错 尤其是今天你去看 亮灯跌停或跌幅到百分之八以上的 资通概念股 对 资安 AI软体概念最多 好 但是原本的主流 你也不要觉得全部都弱 其实没有哦 观光在今天有什么 接棒补上来 那这个东西就告诉你一件事 政策还有题材都还是焦点 只是说 先前军工他涨得多 涨得多他在这里是 就稍微休息了嘛 是 对不对 但是休息过的股票 他反而有机会起来 OK好 军工 AI 观光有机会 接棒 我们各看这几个族群当中 指标股看谁 哪一个指标股 他可能走完了 其他可能都没戏了 好 我们来看指标股好了 我们先看软体的 因为这个 说实在一定有人套在上面 这很难操 前天几乎清一色 涨停股全部都是 然后昨天我们才在讲说要小心 结果今天震荡的幅度好多超过百分之十 这三档最有代表性 零群 知通跟零一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法人 你看外资其实还是有买 外资只有零群是卖草 我们来看土比较快 先看零群 你看昨天漲停 今天跌停 对不对 好 时间长一点点 他坏坏在哪里 他长了这么一大段 好好在哪里 他都维持在这里震荡 所以其实今天他只告诉你一件事 昨天主力误会一场 昨天是误会一场 昨天想说 今天要一起拉上去 外资要大买 发现昨天买完发现没有人跟 没有人跟 你可以去看昨天买的券商是谁 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 没有人跟 当然今天打回速度就够快 好 我们看下一档 这个是知通 一样嘛 一样 知通其实前面他就先拉回了 昨天三个都拉上去 对不对 今天又回来 但今天回来 有没有破坏先前整理的形态 没有 其实没有 OK 没有这是好事啊 代表说 这个不是说 这边 涨过高 然后爆出天亮 没有嘛 好 再看下一档 也是 01 01就有 01比较不好是 你看01是 整理了大概三个月 对不对 昨天 一个跳空 一个中场红突破 失败 失败 但是昨天也有败比 你看昨天的量 追加的量不够 昨天量怎么那么少 对不对 那表示一件事 他有好有坏 昨天量那么少 可以涨停上来 对不对 代表什么 代表他筹码其实是安定 那今天会打回来 代表什么 代表说 大家都想说要吃他豆腐 对不对 就没想到这里面变成多杀多嘛 好 可是因为今天出了这个量 对不对 今天出了这个量 代表这里买的 有人落跑 OK 所以这个整理的时间会拉长 军工现在是整理还是转入 军工其实都在整理 你看 有没有外资 雷虎在宝胜 榕缸 都卖操的 我们三个一起来检查 好雷虎 雷虎也是嘛 雷虎的高点在什么时候 是在四月中旬 就是传那个 美国那个军火团要来 之前就先见到高的 军火团来 反而是次高就下来嘛 好 他有先打回来修正 是 然后也打到哪里 这条是季线 所以正常来讲 如果军工这块后面的前景还是看好 季线他要守住 OK 那目前也都有守住了 量被处置嘛 所以量也没有太大嘛 所以OK 目前这个不危险 但是呢 你要等他 这边真正能够补完这个缺口 才代表什么 这一个小底出来嘛 如果季线啪就破了呢 那带量就完蛋了 OK 不能出这种量 OK 这种量还好 这种 因为他季线破了 其实下一个关卡在哪 就是在六十块这里 你看今天收盘收多少 收六十四 其实他还是有伸缩的空间 就是说 我可以容忍他跌到六十 但我不能容忍他用中长黑去跌破六十 这个位置 如果打来六十还是没有量 然后又上去 那就没事嘛 OK 如果打来六十量放大了 而且灌破 那就告诉你真的转弱了 接下来保胜光学 今天上下震荡的幅度超过了10% 保胜自从涨到一百五以上以后 你有没有发现 量 这个量 开始变大了 对 有没有 开始变大 所以这告诉你一件事 在一百五以上 市场的多空 开始已经分歧了嘛 那既然是分歧的话 他就需要做一件事嘛 把这两边的人修理到都不分歧为止嘛 什么叫做修理 就是我要在这里震荡嘛 对 那所以目前来看 因为今天量很大 而且又把昨天缺口补起来 对不对 那就告诉你 他又要回来一百五十块以下震荡 他又要回来这边震荡 好那震荡到什么时候 震荡到量能够像这样缩下来 对要这样缩下来 因为最近量很大 但是都涨不动 把战场整理一下 对他就需要整理战场 清理清理门户了 所以这个短线他也不会涨 OK好 这是军工 来下一个族群 我们再来看出了刚刚的软体军工观光 观光今天有新的消息 好观光这个消息 对他们来讲 当然是刺激盘中 那我不认为说这个消息 有办法让他走太远 为什么 今天是我们可以去大陆观光 不是大陆可以来这里观光 重点在这里 我们是几人 两千三百万人 大陆是多少人 是十亿人口 所以你光人数 你就知道 这个刺激性 没有那么大 那观光演员 你看观光这阵子 有没有 外资其实他还是卖比较多嘛 也是代表说 这阵子其实他们也都在震荡 我们来看图 你也知道 你看熊师有没有 熊师就是在这个区间在震来震去嘛 今天这个利多 有没有让他涨停 没有 反而还收一个 有点上影线 这就代表说 目前观光 他还没有真正要往上突破 但至少 这对他们来讲是什么 是正面的嘛 我们看下一档 云品今天震荡幅度更大了 今天收了一个好长的上影线 云品有上影线 我们看寒色 寒色是今天里面算什么 算反应比较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寒色的分时 来看看今天盘中 公布这个消息之后 你看寒色是直接拉上去的 那最后 如果说这一些 到底还有没有多头之火呢 这几档是指标 钱有没有机会像最近一项 回到大型的已经沉睡好久的 大型电子全职股 已经回来了 大型电子股已经行 我们刚才看一下 大型电子股为什么行 我觉得最重要是谁 回答 回答 回答领涨以后 让整个 他快要创历史新高了 对 让整个费办去挑战前高 那 回答上来他告诉你一件事 我AI这一块啊 高速运算这一块 其实复活了嘛 所以其实你今天注意看哦 今天盘面很多都是在涨 跟回答相关 好 那费办 费办目前就有判断 他即将打出一年的大底 到底能不能过 能不能完成 我也不敢跟你肯定 但是我们来看费办的图 他很明显哦 我们看 对 你看这个 主播就是很贴心哦 你看他有没有打出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头肩底 颈线过了没 正常来讲颈线是过的 可是我们要尊重前高嘛 还没过嘛 当前高真正过 能够涨到大概三千四 三千五这个位置 如果他能来这里 那就告诉你 这一个一年的大底 完成了 文杰哥 费办一年底的大底完成了 会待望台湾哪些族群 好 那就一定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嘛 所以我说费办即将打出一年的大底 台积电转强 对不对 半导体就同乐了 但是台积电也有关键 台积电的关键在哪 五百一十九到五百二十六的缺口 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哦 美中不足什么 这几天有量有出来 对不对 外资也有买 很可惜两天都收黑K OK 两天都收黑K 告诉你一件事 时间拉长 两天都收黑K 代表上面套牢的卖押还真大 嗯哼 那所以这个你要短线它直接过 除非啦 今天晚上这个ADR 要给你涨个6%10% 不然我判断下礼拜就是在这边先震 然后台积电把这个空间让出来给谁 给今天转强的AI 哦 那加权哦 创高以后 我觉得波段公式有在 我们来看加权 刚才有讲嘛 对 加权我目前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刚才有讲到跌不下来 嗯哼 但是你要它能涨多少 目前判断不出来 嗯 因为就像刚才成龙讲的 嗯 多空在这里打架有看好也有看坏 所以让什么浪量变大嘛 对 你今天都已经买到3000亿 结果你的指数只涨了70点 还收一个小红棒 那其实是有一点点隐忧的 只是说趋势既然短线已经成 嗯 它就不会马上弯头 OK 也就是说这边涨的几率高 OK 你就不用太悲观 好 那大盘哦 16000点 它就从什么 是 从压力变支撑 嗯嗯 那我觉得你去观察了 嗯 因为台积电转强以后 它的供应链 嗯 红硕啊 加登啊 上品啊 红康 这几档有个共同的 他们都是高价股 如果这几档在这里 能够继续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红硕跟加登 这两档比较明显 你看这一波 有没有 它其实它是领先台积电 慢慢都往上变高 我们看加登有没有 加登即将来到全高了嘛 这个如果能够继续走 我觉得半导体在下一个礼拜 这些比较中小型 或比较设备的 就有机会继续往上走 太好了 谢谢伯吉老师 请先回座了 台股在接下来 中小型股 有没有机会继续上 如果在接下来 台积电有机会 就维持在这个位置 不要说大涨 但也不要大跌 拖累了指数 那接下来空间让出来 给谁呢 伯吉老师说 AI AI在今年美国股市当中 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缺席过 台湾呢 休息一下 稍后 我要告诉你 GChap GPT 横空出世之后 下一波的浪潮 可能会是谁呢 虚拟人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展 SWEET 嫩 居住 要 路